微距镜头为何具有呈现微观世界的魅力 它和普通镜头又有什么区别呢 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相信很多朋友在网上都看过一些微观世界的图片和视频 都是一些常见的物品 但是它是以一种微观的视角呈现在大家眼前的 这些画面啊 其实都是由微距镜头拍摄出来的画面 那么微距镜头和普通镜头最大的趋点可以分为两点来说 首先第一点的话是它的一个最近对焦距离 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呢是从相机的传感器到背色物体之间的距离 相机的这个标志就表示了传感器的位置 普通镜头从这个标记算起 最近的对焦距离是90厘米左右 而延时星85f2.8这款微距镜头的话 最近对焦距离是25厘米 那如果只拥有这一个功能的话 它也不能算一个完整的微距镜头 它只能算一个有着镜色能力的镜头 微距镜头相对于相机传感器的真实放大 倍率需要达到1比1 简单来说啊 就是我们拍摄的物体 在层上面和实际物体是一样大的 延时星85f2.8达到了专业微距镜头该有的特性 1比1的放大倍率 加上25厘米的最近对焦距离 以及12厘米的工作距离 8组12枚镜片包含2枚1D镜片结构 能带来高像素的成像 让画面分毫明显 我们了解完这些微距镜头的基础知识之后 我们来看看实际拍摄中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 首先延时星这款85毫米微距镜头 它最大的光圈值为f2.8 它不具备丧心病狂的大光圈 这是由微距镜头的特性决定的 我们在微距拍摄时 超小的物距时的背景虚化根本不是问题 实际上在拍摄微距时 为了获得比较好的成像质量和足够的景深 我们更多的是用到f8以上的小光圈来进行拍摄 当你用到比较小的光圈时 此时你的快门速度通常会比较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建议你使用三角架来固定相机进行拍摄 来保证画面的清晰度 那如果你的拍摄场景光线实在不足的情况下 可以用较大的光圈配合这款镜头的移轴功能 把焦平面转移到你拍摄的主体上面 这样可以让你在光线不足的情况下面 也能够保证主体的清晰成像 在使用这支达到1比1放大倍率的镜头拍摄时 我们可以用放大对焦功能来进行放大对焦 同时打开相机内的峰值对焦来进行付出对焦 虽然这个过程会慢一点 但是你最后看到的画面的细节和质感 绝对会让你自己赞叹不一 这颗85微距镜头最近对焦距离是25厘米 它的最近工作距离呢仅仅只有12厘米 可以有足够的空间让你来进行曝光 尤其配合现在非常流行的小型的LED灯 我在拍摄时用的就是这款延时性RGB可变色温的灯 搭配延时性针对微距镜头设计的环形曝光灯来进行曝光拍摄 它比较小巧灵活 可实现10挡加无极调光 环形的设计呢让它有均匀 而且比较柔和的光效质感 而且可以很灵活的进行光效的控制 用这两款补光灯来进行拍摄时 我们可以得到很不错的画质和光线质感比较强的视频或者照片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85f2.8镜头的一些特性 首先它是极微距和移轴功能为一体的人像焦段镜头 这款镜头的中心画质和边缘画质都非常不错 并且色彩也比较准确 胶外的虚化也是比较柔和舒服的 整体的成像质量也是没有什么需要担忧的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正常的人像镜头使用 而你又能够在上面体验到微距镜头拍摄的魅力 可以让一些经常在户外拍摄的摄影师和爱好者减轻不少负担 同时对于室内的产品拍摄来说 微距加上移轴的功能可以改变焦平面 让你保证产品本身细节的同时 能够快速获得主体前后都清洗的照片 这样的操作方式的话是可以节省摄影师不少的时间成本的 如果大家对这款镜头感兴趣的话 点击下方评论区可以了解更多详情 最后感谢大家观看本期视频 如果本期视频对大家有一些帮助的话 希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加转发 你们的点赞是我们更新视频最大的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